不知道花友们有没有吃过棒棒糖 我跟前也是一个棒棒糖 不是叫木槿 叫木槿的品种有很多 你别纠结了 木槿 租井 服装 你就看喜欢哪个就完了 对吧 怎么养住 我那教你 首先第一点是光照 没有光照这玩意长不挂帅 没有光照它不爱开花 再一个大家要适当地进行修剪 就是说怎么个修剪 别让它长得过分地长 很多话就是好长 感觉好 但是你很长了以后 它稀不拉大 你怎么弄呢就可以像咱们这样 修剪的时候还是尽量的追求 一个棒棒糖的一个形状 可以把这种尖尖给它先剪掉 先控制涂长 只有控制住它的涂长 打掉它的顶端优势 它才可以从边上憋侧牙 才能说是从边上开花开得更哇塞 你看稍微的离里头 别让它长高高 它从边边上长一些侧枝出来 就会更加的圆滞 一定要给烛光照 那么咱们修剪完之后呢 控制完长度 它就会憋一些侧牙出来之后 就会像一个棒棒糖 另外呢 下面的这个黄叶子 属于很正常的 通风不好 缺光都会下面发黄 喜光 喜欢通风好一些 用土这一块呢 大家尽量的用一些个那种松软的 你像这个呢 用到的都是一个沙壤土 有的话说 什么叫沙壤土呢 就是这种土 缺水之后 不会容易板结 不会容易像那种 胶粘土 那种胶泥状的那种土一样 哎呀 只要缺水了以后帮硬 它这个不会 就是这样缺水了以后 它不会形成过大的一个张力 对吧 很松软的那种感觉 或者呢 大家直接买好一点土 你像我们家又卖泥炭 怎么着都行 好吧 氧化的时候 尽量的不用浇泥土 其他的就无所谓的 气温 这个东西的一个气温呢 就比较怕冷啊 尽量的要维持在五度以上 五度以下 叶子全掉没了 而且过冬 还有一定的小风险 大家盆在的话 尽量的还在室内 光照好一点 通风好一点 好吧 尽量的要在五度以上 要不然就转出去 用肥料这一块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省心的 像我的话 就直接用这个 花了多油脂科的用嘴 撒到厨里面 一百天一回 多点少点都无所谓 如果说大家有心情的话呢 您可以用一些个粪肥啊 骨肥啊 都可以的 总的来说呢 养护还是比较简单 棒棒糖形的小木槿 喜欢的话 你懂得啊 有了 有了 自己来吧 好了 我是老黄一 养花最专一 喜欢的话 记得来找我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